华为打造智慧程式解决方案 价格便宜却潜藏资安风险 美国多次警告各国不要使用华为设备 在台北举办的智慧程式展正式起跑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被问到 是否加入抵制华为行列 台北市在推智慧程式 那我们的基础设施有没有用华为 好问题耶 台北市政府的哦 我回去查才知道 会不会考虑加入抵制或者 或相当规范 这个哦 这个是这样的 台北市认为作为地方政府 也不会自己决定 所以我们会按照看中央政府的政策 一起行动 智慧程式发展关键技术就在于5G 台湾媒体日前报道 国内两大电信业者 有意拖延电信管理法修法 等明年大选后 就有机会松绑华为条款 让业者可采用成本 至少低两到三成的华为基地台等设备 NCC回应是用5G设备的相关法规 都定有国安条款 4G设备禁用华为 5G也不能用 跟中国有关的一些设备 不能使用不能采购 这个我们绝对不会去做 其他国家其实对于资安的问题 都非常关心 我想跟我们的 现在走的路向 其实是一致的 资安当场是非常重要的一款 我们也理解说 不管大数据或者 再讲open data 你open了以后 它的security到底怎么样 美中贸易战让国际企业 更重视国家安全以及资讯安全 已经开始调整网络供应链架构 尤其台湾网通业者率先受贿 台场注重隐私以及安全性 或许也是拓展国际市场的一大优势 新唐人亚海电视黄晏林 陈辉 张元亭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